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也很出名啊 发生在南京范忠良市复案 从2009年说起 09年7月19号下午 正在外边找工作的范忠良啊 突然接到了家里边妹妹的求救电话 在电话里面 范忠良的妹妹非常的慌张 在那说话的声音呢都是颤抖的 哥 爸爸又开始打妈妈了 哥 我该怎么办呢 你快回来吧 范忠良正在外边找工作呢 本来呀就有点焦虑上火 范忠良一听 怎么着又欺负我妈 也没多想急匆匆的赶回家里 这一路上啊 范忠良这脑海之中就开始过电影似的 想这么多年来 每回父亲欺负母亲的那些场景 这么多年了 他的父亲呢 有个酗酒的毛病 每回喝多了酒 神志不清 回到家就拿母亲撒气 小时候呢 也拿自己和妹妹撒气 后来自己也长大了 人高马大的 即便这样 好几回都让父亲大成重伤 自己一个成年人 一个成年大小伙子都这样 更何况自己的母亲呢 范忠良这一路上 咬牙切齿的 总算是回到家了 但是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范忠良的眼泪 刷就出来了 家里边啊 一片狼藉 自己的母亲 就坐在客厅中间的地上 可以说是瘫坐在地上了 动不了了 脸色发白 眼眶着周围 全是一个个的血道子 范忠良一看 恨不得亲手就撕了自己的父亲呢 这时候范忠良可就急了 旁边有把水果刀 就准备和父亲同归于尽 范忠良的母亲呢 叫于彩田 一看儿子要冲动行事 赶紧跪下 拉住儿子 不要冲动 小伟 不要冲动 范忠良小名 就叫小伟 家里人呢 一般都是这么称呼的 正是母亲的这一生小伟 让范忠良 暂时的放下了报仇的心思 看着自己的妈妈血流满面 范忠良啊 就开始想自己这二十多年 这一家人是怎么过来的 他们这家人呢 其实不是南京人 范忠良啊 是辽宁本西人 打季事起 范忠良就知道他这个家 是一个极端暴力的家庭 这种暴力 不光有肢体上的行为暴力 还有精神上的 语言上的这种暴力 范忠良的父亲呢 叫范庆鹏 这范庆鹏打年轻的时候 就不是个什么好人 先别说范庆鹏 欺负这范忠良的母亲 光说对待孩子教育 这件问题上 范庆鹏就崇尚这棍棒教育 孩子不打不成才 于是这范忠良可就受了苦了 从董事开始啊 基本上都没吃过葫芦饭 天天吃饭的时候 在餐桌上都是一边哭 一边吃 范忠良的母亲呢 是那种特别传统的 怯懦的女性 实在看不下去了 也会劝范忠良的父亲两句啊 但是千万别劝 一劝 那不光打范忠良 连范忠良的妈妈一起打 那时候范忠良有妹妹了 妹妹年纪更小 因为年纪特别小 确实不怎么挨打 但是坐在旁边 也不敢出声 万一一出声 把自己爹给惹毛了 那这范庆鹏 可顾不上女儿 岁数小不小了 该打还是一样的打呀 每天范忠良 下课一回家 都得让妹妹走他前边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不知道 他爸爸范庆鹏 在哪儿等着他呢 就怕范庆鹏 从哪儿冒出来 无缘无故地殴打他 范忠良 在这么一个家庭长大 那学习成绩也好不了 高考也没考上 这也没考上 刚了不得了 这范庆鹏啊 每天在外边喝醉了酒 回来之后 对范忠良就是各种辱骂 各种殴打 要求范忠良赶紧复读去 你必须得考上名牌大学 要不你丢我的人 范忠良就没日没夜地读书 但是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呀 反而成绩不升反降 坚持一年 最后还是只考了一个大专 范庆鹏 是一点也不理解儿子的难处 就感觉自己这儿子废物 于是接下来对范忠良 就是更加强烈的这种暴力 天天看见范忠良 就是指着鼻子骂 你这个废物 你活着有什么用啊 骂到气头上 伸出胳膊来就打 后来范忠良啊 都有点抑郁了 都有了轻生的念头 这个世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我死了得了 范忠良 几年大专很快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不久啊 就想离家远点 远走他乡 来到了江苏南京 到南京找份工作 我离这范庆鹏越远越好 本来他幻想着 能够摆脱父亲 自己一个人在南京乐乐呵呵的生活 但是这时候的范忠良啊 已经患上了重度的抑郁症 再加上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胃肠疾病也挺严重 不得不卧床 接受长期的治疗 刚找到的新工作 也干不下去了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 这时候范庆鹏 也要来南京 因为范庆鹏的哥哥呀 给范庆鹏 发了一个消息 说在南京 找到了一份好差事 是当司机 工资高 南京的工资 确实比东北的工资 要高好多嘛 于是这范家一家 就都搬来南京了 范忠良还卧病在床呢 还重度抑郁症呢 本来就抑郁 自己这爹一过来 那更抑郁了 范庆鹏带着范忠良的母亲妹妹 就都搬过来了呗 可是这范庆鹏这工作也干不好 别看天天的骂范忠良废物 他自己才废物呢 因为爱喝酒 你怎么干司机的活啊 很快被老板辞退了 现在这眼俩谁也没工作 天天在家里边大眼瞪小眼呗 别看范庆鹏 让人给辞退了 但是他还看不上范忠良呢 还是天天骂他 废物你个废物 连个工作你都找不着 你天天在家 白吃饭呢你 他能这么骂范忠良 范忠良可不敢这么骂他 范庆鹏现在整天游手好闲的 那就更喝酒喝的欢了呀 喝多了酒回到家里边 那继续 还是大媳妇 大孩子 变本加厉 那后来又是因为怎样的冲突 才让这范忠良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范庆鹏残忍的下手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范庆鹏因为老喝酒 那你这司机干不了啊 老板呢就把范庆鹏给开除了 范庆鹏现在在家里边也没事干 更是游手好闲了 那家伙喝酒喝的更痛快了 每回喝多了到家里边看见老婆孩子 嘿这回能过瘾了啊 对老婆孩子的这种暴力行为 那是变本加厉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 自身能力不够啊 在社会中在工作之中 因为能力问题 甚至是因为品德问题 已经饱藏失败的痛苦了 那这痛苦怎么办 还回到家里边不有老婆有孩子吗 于是对亲人施加暴力 这些人用现在话来说 这叫什么 这叫没品 别看这范庆鹏 对老婆这样 对孩子这样 但在外边 对另一个女人 她可不这样 范庆鹏在外边啊 这口碑已经差的 不能再差 糟的不能再糟了 但尽管如此 人家还是有个红颜之急 人家外边还有个情人呢 那他有情人这事 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 范中良的母亲虽然知道 但也无可奈何 不敢惹范庆鹏 他们一家来到南京之后 这范庆鹏也没工作 也不照顾家人 本来家里边积蓄就不多了 还拿着这积蓄 去养外边那个女人 范中良的母亲 实在没办法了 四处找一些灵活做 做点缝纫生意 打打零工 维持一家老小的开销 09年7月19号 范庆鹏回家 再次殴打了范中良母亲之后 范中良就主动跟自己的母亲提出来 妈 你别跟她过了 你俩离婚吧 但是啊 范中良的母亲是特别传统的女性 在她的思维里面不能离婚 离了婚会受到来自亲朋好友的指指点点 会受到歧视 看着母亲这么犹豫不决 范中良心里又起了念头 干脆吧 咱就让双方都解脱吧 2009年7月20号早上 范中良在厨房里边 跟自己的父亲范庆鹏可就见了面了 范庆鹏啊 刚睡醒 睡眼朦胧的状态呢 这时候范中良鼓起勇气 平时他不太敢跟父亲说话 这回壮着胆子 质问父亲 为什么要暴打自己的母亲 范庆鹏因为酒醒了呀 推托责任吧 都是你妈 都是你妈弄的 要不我会打他吗 面对着范庆鹏的这种蛮横无礼 范中良啊 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啊 旁边就有一把木饼的水果刀 朝起来这水果刀 朝着范庆鹏的肚子就捅了过去 挨了一刀之后 范庆鹏整个人都懵了呀 怎么回事 平时儿子那么老实懦弱 竟然拿刀捅我 范庆鹏也怕死啊 不停的求饶 小伟 小伟 我可是你爸呀 你可是个大学生哦 现在范庆鹏想起来 自己儿子是大学生了 想起来儿子比自己强了 但在那之前 口口声声的都是儿子 是如何如何的废物 这边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 范中良的母亲也听见了呀 赶到厨房一看 哎呀 了不得了呀 儿子 拿刀捅了他的老子了呀 这时候 范中良的母亲呢 可能这么多年的恨也涌上心头 这回不光没拦这范中良 反而找出来家里边的一把铁锤 狠狠的往范庆鹏的头上砸去 直到范庆鹏完全倒地 彻底死亡 看见范庆鹏倒在地上死了 母子俩这才冷静过来 这才感到害怕 范中良的母亲于彩田 慌慌张张地拿起铁锤 撒丫子就跑出家门 也不知道去哪了 而范中良呢 清醒过来之后 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因为太紧张 太害怕 没说清楚 就又挂断了 又冷静了一会儿 这才第二次拨通报警电话 范中良 这才支支吾吾的 向警方说出来了 自己杀害父亲的真相 并且守在家里边 等在原地 等待警察的到来 警方接警之后 一方面要查明真相 另一方面 要找出来范中良的母亲 到底去哪了呀 找来找去 原来啊 范中良的母亲 拿着铁锤跑出去之后 买了一份毒药 来到了秦淮河边 服毒自杀 范中良是在审讯室里 得知母亲自杀的消息 对于范中良 这个无比孝敬母亲的人来说 这是多大的打击啊 2010年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 审理了范中良侍妇案 在法庭上啊 不少范中良的邻居朋友 都出庭作证 都在那声讨范庆棚的 种种恶行 在小区邻居 你一言我一语的描述之中 这真相才慢慢的浮出水面 多年来啊 小区的居民 尽管不了解范庆棚一家 但是范庆棚打老婆的名声 大家还是众所周知的 后来慢慢的邻居之间也熟了 好多邻居劝于彩田赶紧离婚 但于彩田总是摇头 总是拒绝 甚至楼下的杂货店老板说 这于彩田收入那么微薄 还经常去杂货店 给范庆棚买酒喝 他如此的对待丈夫 范庆棚 但范庆棚依然那么暴力的 对待于彩田 在庭审现场 邻居好友都向法院求情 希望能够从轻判决 有邻居就说呀 虽然以暴制暴 违法了 杀害父亲更是有备人伦 但是有前因才有后果呀 希望啊 对范中良从轻判决 给他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 尽管亲朋好友求情 但是范中良却不这么想 他呢 在法庭上忏悔了自己的 是否行为 他说呀 虽然父亲经常对我 对我妹妹 对我母亲 拳脚相向 但对我毕竟有养育之恩 我犯下了弥天大错 希望法庭能对我从众判决 2010年2月4号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范中良弑负一案 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被告人范中良 故意剥夺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由于被害人范清鹏 在家庭活动中 长期存在过错 且其死亡原因 是于彩田和被告范中良 共同造成 故判处范中良 故意杀人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力两年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三年多了 范中良肯定也早已经 刑满释放 回到家里了 希望他和他的妹妹 能够摆脱曾经生活上的这个阴影 能够重新开始美好生活 你敢信吗 一对亲兄妹 他们的禁忌之恋 缔造了一个疯狂的乐伦家族 富跟女 母跟子 在几十年设计案里 近亲相间 是育有子嗣 作为家族掌舵者的男子 为了满足自己变态欲望 把孩子像那动物一样巡扬 无知 跟外界隔离 让幼小的孩子 接受扭曲的爱情观价值观 致使年仅七岁的女孩 就会勾引男子了 惊天言论 牵出了这场害人听闻的狗血现实 今天讲述的是 澳大利亚乱伦家族事件 来听故事吧 澳洲那是1943年 新西兰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当中 降生了一个小男孩 他的父母没想到 就这男孩凭借一劫之力 颠覆了整个家族的遗传基因了 发现出一系列的怪物 这男孩后续的一系列操作 在父母眼中 就像是圣经里的撒旦 堕落淫秽 无法理解 这撒旦五岁之前 像一个正常小男孩一样 没啥特别的 直到妹妹穷的出现 让撒旦的感情出现偏差了 他是特别喜欢这个妹妹 对他产生了超越 兄妹亲人的感情 那也许是父母严厉的教养 让撒旦产生了逆反心理 深深爱上了自己的亲妹妹 甚至趁父母在的时候 占有了穷的身体 那在撒旦的影响之下 这穷也爱上了他了 两人开始秘密交往起来 这撒旦年纪轻 思维却非常缜密 他知道跟自己妹妹的爱情 是不容易是的 二人在做出了超越 兄妹之间的亲密举动时 总是偷偷摸摸 避开父母视线呢 但就这档子事啊 只终究包不住火呀 这撒旦十八岁那年 兄妹二人的不伦之恋 被父母发现了 甭管是天主教徒 还是寻常人 对这种违背人伦的感情 都是斥责反对的呀 你看一个亲儿子 另外一个是亲生女儿 亲手毁掉了自己女儿 清白的灯徒子 竟然是自己的骨血 这让父母无从下手了 主的安排穷 尽快嫁人 想以此切断撒旦 对穷的念想 那父母奢望着这个举措 可以让一对儿女恢复正常 但是这撒旦怎么会允许 自己的女人嫁给别人 做妻子呢 那这时的父母 在他眼中 是阻碍他爱情的坏人呢 于是带着穷离家出草了 舍弃不懂他们之间 有多相爱的父母 跑到澳大利亚的东南部 开始跟穷过起了新的生活 那在这里没人认识他们 他们就像普通夫妻一样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为了不让周围人 发现他们是兄妹 这撒旦跟穷很少接触外人 甚至不买房子 不贷款 不做一切需要查重钱的事情 他俩那世界只有彼此 没有外界一切的烦扰分杂 他们不去上班去 彻底脱离社会人群 日落而息 日出而更 那既然是夫妻 自然要怀孕生子了 但近亲结婚 咱都知道 会导致很严重的基因问题 这是无法避免的 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 都不允许近亲结婚的原因呢 可是呢 这撒旦跟穷一共生下了七个孩子 其中两个 就是因为基因问题而腰拙的 剩下五个孩子 算是他们的爱情结晶了 哪怕为了下一代 也应该停止近亲结婚 这种荒谬的癖好 可惜撒旦之所以称之为魔鬼 便有他一于常人的思想 他给穷抛下诱惑的种子 跟他说 别人根本不可信 只有我们才是最亲的亲人 用我们的血 把整个家族 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才是正确的 这见不得光的关系 让穷觉得非常刺激 更加认为撒旦说的没错 得到穷的支持之后 这撒旦开始建立他那乐土了 他要成为这里的主宰者 他那五个孩子当中 有三个女儿 两个儿子 为了让计划实施起来 没那么困难 撒旦开始给孩子们洗脑 接着 这撒旦便开始 对他的女儿们下手了 这撒旦跟穷那三个女儿 分别叫 朗达 贝蒂和玛莎 成功给孩子洗脑之后 这撒旦先后 跟三个女儿 发生了肉体关系 接着 这三个女儿 甚至会因为争夺 撒旦的宠爱 而大打出手 这撒旦如同 这家的帝王似的 每晚翻不同女儿的牌子 为此 开始很少 跟那皇后穷 同情了 在自然界当中 雄性为了扮演后代 会跟多个雌性交配 这是实力跟权力的象征 撒旦就是一个征服者 家中女人都是她那雌性 她要让三个女儿 尽快怀生自己的孩子 以彰显她那地位 跟绝对的控制 在这个激情的家族当中 二十年时间 三个女儿 一共生下了二十四个孩子 而这只是活下来的数量 还有因为基因病等原因 生下后 死亡的孩子是无法计算的 就这些孩子 是撒旦的孩子 也是她的外孙子 关系之混乱 还人听闻呢 那除了三个女儿之外 撒旦的两儿子 也继承了父亲的基因 跟自己的亲妹妹 玛莎发生了关系 并产下俩孩子 这二十六个孩子 组成了撒旦家族第三代 经过繁衍 撒旦已经上了岁数 可这岁月 怎么可能磨灭掉 这恶魔的梦想呢 她那家族 她那帝国 必须每一代 都有自己的骨血才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撒旦先跟自己的女儿 生起了一个女孩 叫瑞琳 辈分上 瑞琳是撒旦的第三代子孙 就是撒旦的外孙女 但实际生理上 撒旦是瑞琳的亲生父亲 但就这层面来说 瑞琳跟她的母亲 就成了同父异母的亲姐妹了 那不要以为 撒旦的疯狂就此停止了 她继续把魔爪 伸向瑞琳 生下了第四代 增外孙女阿金 在咱们正常人眼中 瑞琳毫无疑问 是阿金的母亲 可撒旦的加入 让这段关系混乱不堪 辈分上 这撒旦是阿金的增外祖父 但生理上 这撒旦却是 阿金货真价实的亲生父亲 阿金作为撒旦的女儿 辈分就比亲生母亲 瑞琳高成一半 第三代子孙生下的孩子 反而成了第二代子孙 如此荒谬的事情 也真就只有在这个 奇葩家族当中 才会出现了 而更加要命的是 这阿金跟撒旦是妇女关系 就跟瑞琳的母亲 也就是阿金的外祖母 成了同父异母的金姐妹了 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简直就是对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轰炸 那穷作为撒旦的第一代女人 看着自己的丈夫 跟自己亲女儿 轮流发生关系 并生下孩子 她会无动于衷吗 当然不了 穷不仅支持撒旦的行为 甚至跟自己的儿子 滚到一起去了 除了三个女儿之外 这穷还生下俩儿子 那看着撒旦每天逍遥 这穷怎么会让自己 夺守攻防呢 她跟自己儿子 发生了关系了 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咱们都怀疑 这是探机生物 能想到的剧情吗 那穷的外孙女儿 喜欢上了自己的亲舅舅 并且跟她发生了关系 一个男人 不仅睡了自己亲生母亲 还睡了亲外长女儿 如此一来 穷跟自己的外孙女儿 竟然成了情敌关系了 甚至不惜为了争夺 她口中所谓的爱情 而大打出手 那荒诞小说都不敢这么编啊 但凡有些常识的人 都会发现 就这种像畜生一样的 杂交行为是不对的 是违反规律的 不对 不要误入畜生 畜生可能都不这么做呀 若难道撒旦跟穷的五个孩子 就从来没反抗过吗 也许他们不是自愿的呢 不对 他们并不认为 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多么大逆不道 反而觉得 这才是正常的 而这些想法 这些观念 都要归功于撒旦的手段 在三个女儿 初次来越试的时候 撒旦就已经开始琢磨 如何下仇了 其中有一个 刚满十二岁的时候 这撒旦就当着 另外两个女儿的面 侵犯了她 那就算另外两个女儿 什么都不懂 要离开 撒旦也是不允许的 那最好的训兽师 不是一味的鞭打责法 而是一巴掌给个添草 从精神上逐渐腐蚀 用好处来诱惑她们认可 并形成习惯 就这一套 撒旦对自己的女儿们 实施的非常到位 那三个女儿当中 谁才能配合她 表现好 就会得到奖励 也许是一句夸奖 也许是一块糖果或零食 这撒旦会让她们 做一些特别活动 提升她在孩子当中的地位 让另外两孩子 羡慕跟着效仿 那撒旦对训养非常有耐心 花了两年时间 让撒女儿彻底沉浮在自己脚下 认同她那世界观 爱情观 让懵懂无知的女儿们 爱上自己 她享受着女儿们 为她争风吃醋 为她大打出手 这撒旦能把家族管理的 如此彻底 也多亏了妻子穷 从旁复出 在这餐桌上 身为母亲的穷 会有耐心的鼓励她的女儿 跟儿子们互相探索对方的身体 美其名曰 让他们了解两性的美好 更将自己跟撒旦的爱情故事 讲述给几个孩子听 让他们向往崇拜 以至于想唱为故事里边 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人 而这个疯狂家族 掩藏得非常隐蔽 直到2013年 七岁的小娜娜 偷偷跑了出来为止 撒旦以为自己的疯狂王国 会永远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但娜娜成了让王国 土崩瓦解的意外了 这小女孩对外面世界 充满好奇心 第一次走进 周上人生活的镇子里边 就感觉处处都是新奇 她本想回家 她迷路了 找不到父母 一身脏蜗地出现在镇子上 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 以为娜娜是孤儿 便把她收留了下来 甚至让她去学校读书去 镇子上的一切 对娜娜来说都是新鲜的 场这么大 除了家里人 从来没接触过外人 更加不知道这学校是什么呀 那看着教室里那课桌 黑板 还有同龄小朋友 这娜娜觉得非常有意思 老师在讲台上说着 说着那些娜娜从来不知道的知识 而娜娜也想把家里的事情 跟其他孩子分享 那好不容易等到下课 这娜娜迫不及待的 准事对身后的同学说 说她那姐姐今年九岁了 跟家里男人睡觉 说自己七岁了 再过两年就能跟家里一行睡觉了 没错 在那个变态的家族里边 小小的娜娜觉得 到年纪跟家人睡觉 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 而且光荣的事 而造就这种变态 那撒旦的真名 叫做蒂姆 就听到这些 那后桌的孩子都愣住了 她不能理解娜娜的意思 那娜娜很热心的 给同学讲解 睡觉要做的事 一听这些 同学们张红着脸 知道这娜娜说的睡觉 不是单纯的睡觉 而是大人们夫妻之间 才会做出的事 这么一听 娜娜的话就太吓人了 她姐姐跟家人睡觉 她也快跟家人睡觉了 那家人之间 怎么能这么睡觉呢 这班级里孩子年纪都不大 但他们从小 就为家长教育男女有别 亲人之间是亲情 有些行为是不能做的 于是 他们决定去告诉老师去 同学们把娜娜口中听到的事 是一无一失告知老师 老师一听 都没敢相信 起初还以为这孩子 在那胡说八道呢 后来弄清楚之后 立刻发现这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报了警 被带到警局的娜娜 不像普通孩子那般 是畏畏缩缩害怕 反正很开心的样子 那警局找了一位 和矮年轻的警员 来询问娜娜情况 他们大体从老师口中得知了一些片段 怀疑娜娜很可能被人虐待或性侵了 那面对被害者 年轻的警员不想刺激小女孩 幼小稚嫩的心 问话的声音不禁变得温柔起来 结果 就看见娜娜接下来举动 直接震碎了警察的三观了 她从自己的座位上下来 静止坐到一名男警察的大腿上 并且勾住了她那脖子 做出了大人一般的性条动 其中那性暗示 勾引再明显不过了 看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愤怒了 行说到底是哪个处生 教七岁小女孩这些乱七八糟 误会不堪的东西呀 而娜娜根本就不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生气 要说那撒旦帝母 她的教育 无疑是彻底的 帝母跟穷 作为疯狂家族第一代 自然知道 禁区乱伦是禁忌 是不被允血的呀 在没有其他男人出现 而且女儿们 没有结婚的情况之下 怀孕该怎么办呢 为了掩人耳目 这女孩们都对外宣称 自己跟了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怀孕之后 男人就走了 果真就这理由 不仅没让别人产生怀疑 更让她们赢得了同情性 认为这女孩是与人不输 遭遇太过凄惨可怜 因为生产多 又不能验证身份 家中女孩生孩子 是不能去医院里生的 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 独自在家里生孩子 帝母作为一家之主 因为要掩藏整个家族 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收益 根本无法让孩子们 有个干净安稳的生活环境 这孩子一多 夫妻俩又不从事生产 家图四壁是一家的真实写照 他们那房子 简直就是个垃圾堆 没钱就不能买房子 要躲避人群 如果孩子们 这怀孕被别人起义的话 那就要在家里 把孩子留掉 他们只能不停搬家 隐藏乱伦的秘密 要说帝母是个心狠的家伙 为了自己的私欲 让一家人住在森林深处 彻底与世隔绝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下 恢复到了古老山顶洞人的生活 不对 他们那生活还不如山顶洞人条件好呢 帝母一家人只住在破棚子里 没有电 没有水 甚至没有厕所 很多孩子一辈子没洗过澡 没刷过牙 那破棚子里只有一张大床 一家人男女老少 和吴毕会躺在一起 那帝母为了让孩子们 从小耳濡目染 认同她的思想 特别在大床旁边 放了一张小床 让未成年人孩子 住在小床上 中间只有一条布帘子隔着 当帝母在大床上 行使家族领袖的权力 跟儿女 孙女 外孙女 鬼混时 这布帘子根本就没用 没错 这就是帝母的目的 她在孩子们还没长大的时候 就让他们亲眼见证 怎么做 才是她所谓的对的 怎么做 才能得到她的欢心 那甭管是衣服 还是床铺等其他物件 都是在垃圾堆 或路边捡来的 没有水 不需要清洗 直接穿在身上 躺在上面 就导致孩子们 有很严重的皮肤病 在充斥着细菌的地方 生活着日复一日 就连上厕所 他们都不用卫生纸 一辈子 不知道什么叫卫生纸 随处大狡辩 破棚子里充斥着尿骚味 跟恶臭味 其实啊 长达六十年的生活当中 他们也不是一直住在这儿了 几书 帝母知道自己做的事 绝对不能被外人知道 他强奸卫生的人少女 还是自己的亲闺女 如果被人知晓的话 后半辈子恐怕要待在监狱里了 为了掩人耳目 他开始领着一家子人 是东躲西藏的 只要发现邻居或周围人 可能要察觉到不对劲 这帝母马上就会搬家 帝母那心思缜密 他知道越是偏僻的地方 管理越松懈 专门会把家安在边境县的附近 那里人烟稀少 治安更是谈不上 那边出生就死了的孩子 也更好处理掉 在他那不断洗脑跟操控之下 一大家子人是异常团结 没人觉得现在的行为有什么问题 但是啊 就算再自给自足 生存下来 还是得花钱呢 哪怕他们已经把生活标准 降到最低了 这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够他们三十八口人活上半年 但是 那首先得有这些钱才行啊 搁哪来钱呢 那背地会伪装自己 每个月去政府领救济金去 可这还是不够 他们日常饮食 可以靠在森林里找到的食物果腹 拮据的开支 依旧不能维持家族的最低运转 于是蒂姆有了更大的野心了 他把家人组成一支乐队 自己写歌 成了流浪歌手 在外边卖唱 路过人 打赏或录制唱片 成了他们一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 同时他们发行了一张 名字叫做家族情歌的专辑 现在想来实在是恶心之急啊 当中那歌词写着 说你知道它和你的关系 但你依然对它疯狂 你想对它做疯狂的事 因为你们流淌着相似的血液 听听这叫什么话呀 没错 如此恶心 充满性爱式的歌词 揭露出了这蒂姆阴暗 肮脏的内心 要说东躲西藏的日子 早晚会被发现呢 2010年的时候 就由喜欢刺激的旅友 发现蒂姆一家人住的地方了 就是那个 不能称之为房子的破棚子 充斥的异味 那环境让人唏嘘不已 偶尔也会有人经过那破棚子 看到瘦弱脏物的孩子 像从那贫民窟里跑出来的似的 他说着 实在太惨了 这孩子怎么可能吃得饱呢 就这样 陆续有人往澳大利亚卫生当局写信投诉 像是儿童卫生 缺乏医疗照顾或逃学等一些问题 但这些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那是2012年6月6号 一名警察曾经只针前往破棚子查看 一看之下 发现确实如传言那般 这边的卫生环境很差 屎尿都是 意味熏天 有小孩在棚子附近玩耍 他们不会说样语 更加不会跟人交流 这蒂姆一家人 仿佛有自己的独特交流方式 只有他们自己才懂 眼前的一切 并不能给蒂姆定罪呀 警察只能是无辜而返了 直到刚才说那个娜娜 她的出现 才彻底揭开了蒂姆一家人疯狂的灭杀 咱都知道 这近亲结婚隐婚非常值得 一些隐性基因 在近亲间存在很大的发病率 孟德尔自由组合规律指出 假设一个男子有隐性疾病的话 他跟近亲结婚 这隐性疾病发病率高达16分之一 而他如果跟一个普通人结婚的话 则能大大降低隐性疾病的发病率 而在蒂姆的家族当中 他跟穷的第一个孩子 就会有罕见的脑干肾综合症 出生之后没多久 就夭折身亡了 而这早要的孩子 并不是蒂姆家的特例 而是经常会出现的 否则按照蒂姆的操作 他的孩子肯定比现在更多 那蒂姆的25个孩子当中 在外貌上就有不同程度的缺陷问题 发现到第三代时 五官已经逐渐异形化了 耳朵不对称 双眼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可能画家描绘外星人士都不敢如此大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要守贝蒂生育的一个儿子 那张脸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更有一些才二十来岁的孩子 看起来像四十多岁似的 那是2001年穷去世了 2009年蒂姆去世了 这俩家族的创始人相继死了之后 其他孩子并没有得到解脱 贝蒂成了新任的家族领袖 彻底灌出了蒂姆的信念宗旨 让整个疯狂家族继续存在着 而娜娜的偷跑 才让这个家族暴露在阳光底下 警方联合房儿童虐待组织 将蒂姆的疯狂家族全部抓获了 这蒂姆家族的未成年人 在长期远离人类生活的地方成长着 早就失去了自理能力 他们甚至不能正常说话 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 简陋脏差的环境 让孩子们身上患有严重的牛皮犬 因为从来没刷过牙 从小到大都没刷过 一口烂透的牙齿 让牙医看着都绝望 一些已经16岁的孩子 依然像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只知道一些简单的认知 那娜娜跟另外一个小孩 是蒂姆家族当中最小的两个 2020年8月份 他们分别被两个家庭收养 直到这时才知道 上完厕所得用纸擦才行 口渴是要喝水 定期要用水洗澡 才能保持干净健康 他们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 是对正常人生活一无所知 比他们大一些的孩子 更长时间的接受蒂姆的训养洗脑 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必须进行洗礼干预矫正才行 同时还要让他们学习正确的知识 确立正确的三观 在2013年 新奈威尔士州儿童法院 宣布蒂姆一家有罪之后 贝蒂的后续行为 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已经52岁的贝蒂 说蒂姆跟穷的孩子 也是最早受蒂姆洗脑荼毒的一代 几十年的认知思想 在蒂姆有意殉岛之下 已经深深硬刻在蒂姆的骨髓 跟血液当中了 他根本不认为蒂姆的变态 骨科思想有什么问题 反而就在孩子们得到妥善安置之后 依然不放弃 坚持给蒂姆家庭打骚扰电话 忠心思想只有一个 他想跟儿子发生性行为 2014年 疯狂的贝蒂被定罪 入狱九个月 跟贝蒂同一代的查理 罗德里克 还有之后的克里夫 都因为性侵儿童被起诉了 罗德里克性侵外甥女儿派特拉 被判三年十个月 更离谱的事情是 查理上诉不承认 侵犯家族里的女人 如此荒诞的上诉竟然成功了 2020年6月份 警察官撤回对三个人的控诉 判他们无罪 之后还有一系列 令人发指的骚操作 这法官以未成年少女口供 跟警方采证不一致 反而赔偿了查理一大笔精神损失费 查理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在那社交媒体上 跟自己新买的车拍照留念 就这个结局 让人觉得荒诞 而蒂姆跟穷的孩子 接下来的操作 更加让人瞠目结束 马莎等人的行为 足以证明 蒂姆的洗脑讯化有多成功 2016年 马莎寻找自己的儿子 阿尔伯特 不畏改过自新 想再续前缘 2015年 刑满示范的贝蒂 在2018年时 也发了一张合照 是他 马莎 还有瑞琳在一起的模样 他们依然信奉着 蒂姆的言论 说只有爱 才能成就家族 2018年4月份 贝蒂等人 为了找回自己的儿子 直接袭击了 儿子所在的蒋家庭 最后被警方逮捕 才让疯狂家族的一切 是彻底结束 那谁都没想到 这古课小说 竟然被贝蒂一家人 变成了现实 扭曲的爱情 近亲相间了 不过是 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的 一场闹剧 要说 人之所以称之为人 是因为人是有底线的 有道德观念的 而当一个人 舍弃了底线 撇开道德 触犯法律 他怎么还配为人呢 到这儿 关于这个变态家族的故事 也就说完了 感谢观看